我要怎麼稱呼你啊 會比較融洽一點 趙爺爺 爺爺嗎 不行不行 那你叫名字好了啦 我想叫你我心目中認定的你 你是趙總統 那我很好奇你是戰鬥男代表 那何友宜是什麼男 baby男 基層男 基層男 那韓國瑜呢 韓國瑜光頭男 愛虎男 因為我們有老師是福州人 福州人講國語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腔調 一次體育課大家很吵嘛 男生嘛你看對不對 很吵 B 你們亂叫亂叫 你們亂叫什麼 他用福州話講 你們亂叫什麼 你們亂叫 你們亂叫誰嗎 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 近日參與網紅賀龍的節目 賀龍夜夜秀 雖然我很不熟悉啊 因為他當年退出政壇的時候 我才兩歲 我沒有想要跟你聊年機 但賀龍你知道藍色加上什麼顏色 會變成紫色嗎 紅色嗎 那我們掌聲歡迎 2024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趙紹康 節目中他還分享了黃色笑話 逗得現場觀眾哈哈大笑 而主持人賀龍也忍不住說 他才是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但絕比侯友宜更有戰鬥力 對此趙紹康則強調 侯友宜有他強的地方 我有我強的地方 哇一來就下馬威耶 這個還是要介紹一下 因為很多人不認識 好 趙大哥曾經是台北市議員 立法委員 更是新黨的創辦人 政論節目的主持人 以及近年呢 國民黨戰鬥欄的發起人 目前是中廣董事長 以及國民黨副總統候選人 剛剛有人不認識我不稀奇喔 我常常定位 因為我喜歡餐廳定位嘛 你是什麼名字 趙紹康 哪個趙 哪個趙 哪個康 都沒聽過 不會不會 剛其實是開玩笑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講說 阿扁打倒那個啦這樣子 而且你剛剛叫我博恩 不過還好 阿扁坐牢我沒坐牢這樣 你一來就口誤叫我博恩是怎樣 是啊 是啊 最近常犯著錯誤 對對對 連阿扁都叫我去看醫生的 因為腦筋動得太快了 不小心把真心話寫出來 這叫做心口不異啊 我要怎麼稱呼你啊 會比較容下一點 叫爺爺 爺爺嗎 不行不行 那你叫名字好了啦 我叫你我心目中認定的你 你是趙總統 不行 這樣是我打給你 某友宜是我的老大 可是不是不是 不是 您就帶金德 沒有 因為你在我心目中 才是國民黨2024的總統 大家對不對 其實 因為一直講國民黨 你們知道我離開國民黨多久了嗎 多久了 29年 那為什麼離開29年 還是可以比侯友宜還強啊 那個跟離不離開無關嘛 侯友宜她強的地方 我有我強的地方 所以你看這三組 其實我們是最好的互補的人選 真的是最好的互補人選 侯友宜的優點是 他從基層警員幹起來 少黑英雄啊 你不要忘了有一段時間 台灣黑到囂張的什麼地步啊 那現在呢 詐騙很猖獗嘛 所以我認為 侯友宜可以把詐騙 一定可以把它這個處理掉 比如說新北市 現在沒有偷車了 為什麼呢 因為偷車一定把車分解 然後去賣零件嘛 他去抓那個零件廠 你們誰敢給我收張車 你們就給我小心 這個零件廠不收張車 新北市沒有偷車的了 那你沒有偷車 可是有國中生刺人 那是 那剛好因為他請假 他如果不請假 搞不好不會發生這樣 所以他不該請假的 那沒辦法 因為民進黨逼他嘛 民進黨逼他請假的 民進黨逼他辭職 所以他只好請假好了這樣 那我很好奇 你是戰鬥男代表 那侯友宜是什麼男 baby男 基層男 基層男 那韓國瑜呢 韓國瑜光頭男 愛虎男 是嗎 光頭男 他自己把租子燕子什麼 漢子嘛 他自己講他自己租子啊 好啦我今天有一個小小的請求 希望你可以幫我完成 拜託 是 我希望你可以對觀眾大喊說 叫我戰鬥男 唸了三到五遍 中間不要停下來 我來的時候人家說這個節目 這個節目要很小心 許小新有教你對不對 許小新 我們今天沒有測謊機 賀龍有很多的trick 沒有 哪有我最支持你們了 叫我戰鬥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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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對不對 叫我戰鬥男 叫 我講一個笑話給你聽了 你突然讓我回想起 我高中在台中一中 因為我們有 老師是福州人 福州人講國語是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腔調 一次體育課 大家很吵嘛 男生嘛 你看對不對 很吵 我說B 你們亂叫亂叫 你們亂叫什麼 他用福州話講 你們亂叫什麼 你們亂叫 你們亂叫誰嗎 還有一個國文老師也是福州人 女老師聲音本來就很高 我們那時候要讀論語 現在課剛改了 不知道要不要念 子曰 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 是知也對不對 嗯 幾曰 雞雞為雞雞 不雞為不雞 是雞也 哇塞 許小老師你怎麼看我的節目啊 他教你來後面夜的時候 一直講老二笑話是不是 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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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